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王艳婷 上周末一批来路不明的无人机 突袭了沙烏地阿拉伯东部的石油重镇 有不少的炼油中心跟油田拔身大爆炸 陷入了火海 而这一炸也让国际的关系炸出了一道裂痕 会因此引发第三次的波斯湾战争吗 而这场战争呢 看到了总统美国总统川普跳出来说话了 他现在直指就是伊朗所为 当然伊朗跳出来否认 不要再来污蔑他咯 否则他是非但伺候 整场事件发生了罗生门 而我们现在先不管背后的主谋到底是谁 我们光看这背后的藏颈人 光只用几架便宜的无人机 无人飞机 就让国际事件又国际焦点全部聚焦在这里 甚至是让中东的地区又发生不平静 甚至是又让美国总统川普 他原本想要插旗中东的这个想法和计划 整盘局全盘搅乱 不得不说这背后的藏颈人真的真的非常高明 也不得不说 这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不单纯的阴谋所在呢 我们就要来再次回顾这整起的事件 看到上个周末礼拜六 周六凌晨的时候 沙烏地阿拉伯胡莱斯油田阿布盖格炼油中心 发生了空袭事件 在上周末的时候 沙烏地阿拉伯有两大地区 一个是这个油田 一个是这个炼油厂中心 这个油田算是他们沙烏地阿拉伯产油第二大的哦 这一炸是遭到实价无人机攻击而发生大爆炸 一炸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产量 瘫痪了沙烏地阿拉伯近半的原油产量 平均每日超过500万桶的石油输出 这是让整个原油产量日减少了570万桶 这也相当于全球5%的原油输出量 所以啊这是史上最严重的这个石油中断 当然就让市场又开始发生恐慌 今天所有的投资人在开盘之后立即反应 国际原油价格今天开盘就马上跳涨 布兰特原油在盘中可是大涨了将近19%的幅度 这是创下28年以来最大涨幅 而现在国际原油价格现在晚上期货盘还在持续飙涨当中 因为大家都在害怕一旦供应短缺 一旦这个事情持续恶化的话 那么油价恐怕就会居高不下 而且不排除恐怕一口气会冲上每桶100美元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凶手到底是谁 这么大的事情到底是谁做的 这包含的层面当然是有包括原油产量原油价格 直接就关乎到大家的荷包之外 还涉及到了整个国际地区 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安宁问题 如果现在全面开战的话 那要小心了 油价就真的很有可能会一路飙到100美元 也是不无可能的哦 所以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挑起这样的事端 故意让这个矛盾挑起之后 故意让油价飙涨上来 所为何来又想做什么呢 这第一时间还真的有人不怕国际的 抨击与制裁跳出来扛责任 谁出来扛责任 最新看到的第一时间是夜门的反叛军青年运动 他们是宣称犯案 说这件事情对就是他们所做的 是他们炸的 但是这件事情虽然他们跳出来 承认是他们自己做的 可是不管是美工总统川普或是其他国际的媒体机构 他们都觉得应该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反倒认为应该是伊朗所为 是伊朗在背后操控 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来简单理解一下 现在夜门后背后发生什么事 夜门这个国家现在目前内战非常非常的严重 在这个国家里面发生分裂成两派 一派就是原来的政府军 一派就是他们现在的刚刚讲到的这些反叛军 而这个不只是他们自己内战 这背后其实有各自各自拥护的势力 像是原本的政府军 他们背后拥有的势力是沙烏地阿拉伯 而反叛军呢 反叛军背后的势力可是有伊朗在做撑腰 所以这让大家更想到 你现在这个在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发生了大爆炸 今天你的这个下面的人说是这个反叛军说出来 是他们出来说是他们做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阿 你反叛军背后的势力是谁 是伊朗耶 那你要说你这个下面的人发生这么大的攻击事件 你会不知道你会不知情吗 你敢说不是你在背后也有插一手吗 所以阿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就此来怀疑 高度怀疑这背后根本不是什么夜门反叛军 背后根本就是伊朗所为 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川普生气了 他说他们现在美方的炮弹已经上膛 要全面来制裁 就是敢这么大胆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不排除会全面开战 那当然除了这个准备要跟伊朗开战之外 他们也在等待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报告 同时间他还要这个对原油的部分 做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因为毕竟原油如果一直不断的飙涨之下 就会影响到这个大家的民生成本荷包等等 势必又会影响到这个经济成长率 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他最新的授权 他授权不排除的话 会释出他们的战备原油6.4亿桶 这个大概是全美一个月的消耗量 好这个川普的怀疑其实不是不无道理的 很多人都在说该不会川普又把这个帽子扣在人家身上了 没有没有我们这次要帮总统川普他们说说话 可不是他老人家毛病又犯了 又把这个问题把这个帽子又扣在别人身上 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 随便找一个倒霉鬼来负责 不是我们冷静的想一想 无人机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军火力吗 到底是谁有这般的能耐 让无人机这么多这么大批 能够飞这么远直接精准的轰炸到他们想轰炸的炼油中心 跟油田呢 这是大家所要思考的问题喔 所以像是美国纽约时报也提出了一些相关 我们跟我们一样有一些合理的怀疑跟疑问 让大家一起来思考 也给相关的调查人员一些调查的方向 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来思考呢 三大方向 第一个 纽约时报现在提出第一个疑问是 无人机到底是从哪里起飞的 对此喔 现在都没有看到 因为夜门的反叛军出来说是他们做的 可是他们对于细节并没有多做说明喔 那你说这个无人机到底是哪里起飞的吗 真的是你做的吗 那你细节是不是要讲清楚 你总不能说 就是我做的然后就没事了吧 你到底是从哪里起飞的 真的是从你夜门内地开始起飞的吗 还是从别的地方 那如果从别的地方的话 那似乎可能就是有别人参与在其中吗 这是纽约时报第一个问题 再者是 好如果今天真的是夜门反叛军的这场行动 真的是他们所为的话 那问题又来了 你夜门距离这个起火的地点爆炸的地点 有将近800多公里这么远 那你是如何成功的袭击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内地呢 再者明明距离这么远 大家眼睛都没在看吗 沙烏地阿拉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难道你们一点军事防务网都没有吗 怎么就让他们直接指导你们的内地而来 没有一点防护网完全都没有拦得住呢 所以现在大家也看 可能案情真的不是这么的单纯 也因此不仅是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美国的国务卿蓬佩欧也直言 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根本不是夜门的反抗军所为 其实是伊朗在背后主谋 现在有蓬佩欧说了 反抗军他认为因为夜门的反抗军的技术 没有办法这么好 不可能这么远的去遥控无人机 所以他只指认为就是伊朗所为 我们要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相对的地点 跟这个地图 因为看到了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位置 如果相对位置在这里的话 夜门的部分是位在这个地区的话 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夜门跟这个爆炸所在地点 沙烏地阿拉伯的边境 其实相距有700多公里远 那你说好 夜门的反抗军所做的话 那更妙了 夜门反抗军的大本营 他的所在地距离爆炸地点更远 是直接超过了1000公里这么远 那么大家就在想 你中间还得穿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境内 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首都等等的 重兵防守的警戒区 你是怎么飞过去的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夜门反抗军不可能有如此能耐 也因此在这个蓬培欧才认为 应该是伊朗在背后撑腰 是伊朗给的这些军事设备 让他这些无人机跟飞弹 可能就飞过了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最后应该其实就是伊朗所为 而对此 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说了 他们现在也收到了最新的这个消息人士 做爆料投书说 对 确实沙烏地阿拉伯这一这个爆炸事件 已经有相关内部的人员出来说 他们确定根本不是无人机轰炸这么简单 其实他们会这搞得这么严重 就是受到了飞弹的攻击 那不就跟夜门的这些反叛军所 出来承认的有一点矛盾吗 确实这个这么严重的事情 怎么可能只是无人机单纯这么简单呢 而对此华尔街日报就进一步的分析 已经有人出来承认了嘛 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飞弹所攻击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而街上他们就分析说 这些飞弹可能都是伊朗发射的 他们确实有可能是有搭配无人机 但其实里面可能夹杂的悬航导弹 这样的组合之下轰炸了沙烏地阿拉伯内部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不过当然还是有反叛 站在另外一边的一些专家在质疑 美国政府这个说法是不是 就是故意要把帽子扣在伊朗身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就是闹不合嘛 所以高不过就是要趁这个机会 把事情问题扣在伊朗身上 好借机出兵攻打伊朗呢 那当然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总要有理由吧 不能乱说 理由是这些专家质疑的理由是 因为回顾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件 像是在2018年的时候 早在2018年3月份的时候 其实夜门的反抗军也曾经发生过飞弹 而且这一路轰啊 也是轰到了1000里外的沙烏地首都境内 显见出来夜门其实反抗军早就已经有相关的能力 还有中程距离的射击能力 其实跟蓬佩奥所说的有一点点矛盾 并不是像蓬佩奥所说的 好像夜门的反抗军完全没有能力 早这个有迹象就发现 其实夜门的反抗军 他们的军事能力是有提升的哦 也因此 从这一些军事人的这个分析出来 当事人伊朗听到这些 当来也是借机开始也毛起来 愧疾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他们火了 他们说啊不要老是污蔑他们 你们常常向我们打压 其实根本就没有取到效果 那今天这个事件根本不是我们做的 美国才是睡大说谎的人 一直责怪他们伊朗 并不会让这一场灾难结束 你们应该是要找出真凶才对 当然美国总统川普才不理会 那对此他们两方开始又陷入战火 本来是中东危机 现在又变成这个伊朗跟美国 似乎要开战打起来了 对此川普是拒绝要跟这个伊朗来做谈判 他说要谈可以 当然要拿出一些条件来谈 好像整件事情已经变掉了 那这个对此伊朗又回应说 好啊要谈可以啊 不谈也行 我们现在已经全面准备好了 如果你在全面污蔑我的话 那我不排除 你说你有这个炮弹是不是 炮弹已经上弹了是不是 我们也有飞弹 我们也不排除给你全面开战 好战虎看起来真的是一触即发 现在对大家的直接影响是什么 当然就是油价 因为他们这些地区都是产油大国 刚刚讲了消息一发布之后 今天早上开盘 找了亚洲市场的早盘一开出来 布兰特原油盘中就大涨了将近19%的幅度 这是创下28年来的最大涨幅 另一个西德州原油 西德州原油也是触及了四个月来的高点 而且盘中还一度触及了熔断机制 一度暂停交易了两分钟 而看到布兰特原油刚刚讲了涨了19% 现在晚上夜盘还是持续的在往上涨 涨幅还有将近8% 9%之多 纽约原油现在上涨8%的幅度 布兰特原油也是涨幅差不多8.68%的幅度 这一涨了这个不得了了 又让国际开始担心会不会冲击到整个经济走势呢 刚刚也讲了 因为油价这东西是很多民生必须所需要用到的 不管是汽车也好 或者是一些工厂的机器设备 其实都需要汽柴油 那这些成本如果不断的在垫高上来 对于这个企业的成本一定会势必会再砸中 所以当然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各个企业的成本 最后整个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又会因此拖垮 如果全球的供给真的短缺上看100美元的话 那就要胜仿了 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又会因此受到拖垮之下 那么国际之间的股市恐怕又会不是那么的好看了 好国际事件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比起贸易战 似乎油价更是牵动大家的敏感神经 因为它是最直接影响到大家的荷包 这涨个一两块就直接反应 而且是让大家立即有感 所以我们新观点也会持续为大家追踪最新的进展 要来随时提醒大家最新的油价趋势 所以我们新观点也会持续为大家看